年度最大旧书特卖会 书迷挖宝来抢优惠 知名书店在百货公司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特卖会 超过13万件商品大促销 每天还推出限量一折商品 活动首日就有破万人来抢购 而这回主办单位也特别规划了小农市集 要让爱看书的朋友们 也可以一同品尝台湾在地的优质美味 东翻翻戏看看俗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 旧书特卖会放眼望去 各式各样的书籍堆成一座座小山 吸引大批书名前来挖宝 真的有很多好的东西可以抢 基本人每要650 300 500块就能买 有看到这个图件的时候我超兴奋 即使没有目标也可以过来逛逛 有可能就会找到自己想要的书 即便科技日新月异 电子书开始盛行 但还是有人旧爱实体书 比起来我是喜欢买书 因为我觉得实体书 一来有目标的温度 二来我是觉得不用像每次看那个 萤幕画面然后眼睛不舒服 全台年度最大书籍拍卖会 就在台中知名百货公司盛大展开 中文书6本最低价只要500元 外文书也三折起 还有每日限量一折好物 知名的书店一年一度的旧书拍卖会 就在百货公司盛大举行 即便是在书店畅销排行榜上的商品 都可以在这里用非常优惠的价格买到 不少民众纷纷前来这里挖宝 这回拍卖会多达13万件好物 除了书籍还有文创商品 和在地小农特产 制造时间很长 文差又大 所以我们的衰果 就是橘子啊柿子都长得很好 从摘种到加工 产销通通自己来 就希望能让消费者品尝到最棒的农产品 我们现场的话有13万件商品 都是有最低优惠一折起的优惠 那一折商品的话 其实我们是每天都有不同的商品 限时限量的 就欢迎大家来现场抢购 活动开幕第一天 就吸引上万人钱来抢购 民众如果手脚慢了 只能再等明年 今天双杨静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